帶著鴨舌帽的男子小寶布來到郵局 但沒有在正門 而是直接來到側門 接著監視器又拍到他跑步離開 不久後就看到警車扇門 因為稍早前 他居然跑到郵局準備搶劫 這期搶案21號晚上7點多 就發生在台南南區的新一郵局 原來當時黃信經理 正準備從側門下班離開 沒想到一開門 就遇到戴鴨舌帽持槍準備行搶的嫌犯 嚇得他急忙關門 而嫌犯自己也被對方的舉動嚇到 最後轉身跑步離開 你也這麼簡單 你觀景很好啊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這個正門 這是正門 這是正門 還有一個側門 正門就那邊 差點被搶的經理不願多談 但還好他的機警 郵局免於損失 沒想到報警後 警方發現嫌犯早有準備 除了犯案前一個小時 就在附近走動觀察環境 而且整個過程 從騎車要到現場 到犯案前 甚至行搶失敗後準備離開 就可以變換三種專辦 都是為了要避免遭到追棄 不過 警方釣越上百隻監視器 仍將人查獲 原來這名27歲的休息男子 在一間燒烤店工作 在3期警戒期間 仍有正當職業 但手機卻被發現 像有人借貸近20萬元 由於最近頻頻遭到追債 才會持著這把假槍犯案 到底什麼原因欠債 他不願多談 但可以確定的是 債務沒有解決 還多了一條官司上升 TVBS新聞顧守昌 台南報導